好的,各位,我們看這個 121頁那邊 他說在裝運方面 限定於達成某市後的 一段期間內裝運 剛才我們有講過了對不對 這個某市像課本舉的例子 某市 某市就是說 一個裝運運 這個一段期間 就是在一個月內 他某市就是 我收到信用狀 我收到信用狀 這種在簽約的時候很容易 往往會有這些字眼 特別是剛開始跳躍的時候 我收到信用狀 在一個月內 這after 是什麼之後 之後 在一個月內 我專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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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收到你的信用狀之後 我們在一個月內 這個 這個又使我們回想起 剛剛五彩已經有提到 太官 他Sense不錯 對不對 Sense不錯 那我們說過 我們人事實地物 人事實地物 人事實地物 物就是這個物品 這個商品 那地呢 就地點有出口地進口地 對不對 當口貨櫃集散場 貨櫃集散場 人事有什麼 有買方 有賣方 我們出口商在這邊 這是賣方 我們出口商在這裡 我們的進口商在這邊 這是人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還有銀行 這邊也有銀行 這是不同的地方 這兩個銀行在不同的地方 一個在 一個在 我們這邊 一個在 對 對 不錯 報官行在這邊 再來是海關 對 不錯不錯 古彩尼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 對不對 對對對 奇怪 你怎麼那麼厲害 就是我背啊 不錯 有誠意 報官行 我記得上面有那個 對 海關在這邊 對不對 海關 有什麼保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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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關 整個貿易流程中 有這些 像是人 人 也包括組織 機構 對不對 你要跟這些東西打交道 還有什麼 還有船公司 還有船公司 還有貨櫃場 對不對 對 倉儲的 倉儲的 對 對 不錯 船在這邊 對不對 啊 所謂的裝運 就把東西 放上去 知道嗎 這個東西一定要海關 VL 對 VL 所以這個題目的意思是什麼 他是說 我收到你信用賺一個月後會出貨 為什麼要一個月啊 通常是這樣啦 你的貨其實不用什麼檢驗 保險都是差不多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 通常是一個月 通常 如果是一個禮拜 表示你貨早準備好了 已經在貨櫃場裡面 你知道嗎 但是你要負擔餐儲費用嗎 了解吧 通常我們不會想 那麼快負擔餐儲費用 所以是這樣喔 我 我們簽了這個合約 我們簽約 我們簽約 簽約裡面有一段這個話 我們收到你信用賺 一個月後會過 所以你馬上申請賺賺 你馬上申請 你馬上申請 銀行就怎麼樣 應該要是開出信用賺 所以通知你馬 他就通知你信用賺到了 是不是 他通知你信用賺到了 好喔 你收到通知之後 開始怎麼樣 恰定 恰定餐會不戳啊 許亞金戳啊 你就去恰定餐會找傳公司 是不是 就是 你想辦法幫我留個餐會 那 接著 接著 這時候 還要申請報關 你知道嗎 要申請 他就報關 就申請報關 後來海關看他沒問題了 沒問題了 這時候你過其實已經到上去 海關去驗過 如果是C1C2C3 C3的話要驗過C1C2不用 又問完 沒問題了 放行 放行 所以他通知可以放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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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囉 這OK的話 海關也說OK 這時候呢 你這通知上去東西 把貨放到什麼 都被車子在在在 把他放到船上面去 你知道嗎 就貨放到船上去 這時候 團公司看你貨放到船上面去 他就開什麼程式 他就會給你提紮 他就會給你提紮 VL 最重要的 VL 最重要的 VL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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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很多 你就拿著這個VL 加其他的去領錢 錢就給你的 不是啊 就是VL 那是什麼 P P P L L L C 是信用狀 喔 L C 是有DADP 是有DADP 成對交當部門交代 喔 對 但是 這是信用狀的話 是基本的 你拿這張 合約什麼 發票口都拿了 去銀行 他給你錢 你知道嗎 他給你錢 這個時候 銀行隊把這個VL 寄給他 他再給他錢 一手交貨 一手交貨 對對對 對 VL就是貨 你知道嗎 VL就是貨 那這時候 他在通知他 通知他 VL來了 喔 來了來了 好 我立刻交錢 然後呢 他再把VL給他 你知道嗎 因為他收到錢 VL在裡面 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知道吧 所以這個時候 他在哪裡 那貨已經到了 到這邊了 他一樣會去申請 報關 申請報關 他就開始報關 他已經過來了 你可不可以看 沒問題 跟什麼 這個跟旁邊的 對著講 那是對稱的 四波 對對對 對對對 不錯 那後來海關說 OK OK 好 我就拿著 VL 知識品大 這張很重要 通常 這邊有船公司 這邊有個船公司 他會把VL 他會把VL 他給他小提單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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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小提單去領貨 是這樣子 對嗎 因為這張知識品大 開玩笑 這叫物權證明 你隨便拿去領貨 會不會告訴我 船公司跟誰交代 你知道嗎 那後來呢 到這邊 通常說 有一個人拿著 DU DU 沒問題 沒問題 就黑點 所以 通常會有這個 通常是一個月 通常是一個月比較寬鬆 因為船 有時候這個船 這邊沒位置 那邊還有位置或什麼東西 這種的說 初次交用信用鑽 是這樣看 所以這種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 這個話 我就有感而發 這是限定於某事後的一段期間的交易 通常就是你收到信用鑽後一個月發貨 是這樣子 那 它有很多啦 當然後面 後面的話 它還有一些這個 這期間 另外還有後面的分批裝運 分批裝運 這個 這個也會看起來 這個 有轉運 有分批裝運 有準許跟不準許 這個也重要 什麼叫分批裝運 我可不可以一批一批運 有的時候被票 我要整批都要收到 我才給你錢 要太多 對對對 量太多沒辦法 整批啦 那一批一批有一個好處 第一批你給我三分之一 第二批千元你給我三分之一 我第一批到的時候 你給我三分之一 最後一批我專運的時候 你給我三分之一 這樣錢是你嗎 對啊 就比較安全 大家都比較安全 是不是 那對 對買方來說也比較安全 我現在看一下Walk不可以 哇 你這樣亂做 怎麼辦 就是 彼此都有個好處 這樣來看 好不好 很好 不錯 美好的這個 我們有個美好的